中国疫情爆发以来 通报的染疫死亡数大多是个位数 频频哀哄盖牌 不过14号北京当局在宣称疫情趋缓的同时 也首次通报所谓新平台所呈现的染疫死亡数 近一个多月一口气达到了59938例 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 死亡原因归因分析分为两类 一类是新冠病毒感染 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 另一类是基础疾病 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 中国官员表示 从当局闪电宣布松绑防疫政策的12月8号 截至1月12号 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的人数 总占比不到一成 而大多数是被归为基础疾病 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 此外这个数据专指在院死亡的患者 显然其他场所就不济 并且坚称判定标准与其他国家基本一致 自2020年以来 我们国家始终坚持将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死亡病例 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 该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其他主要国家的判定标准基本一致 然而中国官方公布的近6万例 与国际专家推估的至少超过100万人 还是想去甚远 有看法指出主应去中国官方采取更严格的认定标准 而这项数据一出也让世界卫生组织WHO 呼吁中国务必增加透明度 提供更多的疫情资讯 此外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一项的新研究发现 截至去年12月22号 已经有7成6的人染疫 到了1月底 北京2200万人口将有9成2感染新冠病毒 也反映出中国疫情的迅速蔓延 然而中国继续拒绝将美国辉瑞药厂的新冠口服药 贝拉维纳入医保宣称理由是太贵 就算西方社会愿意免费提供疫苗 中国也不愿接受 15号美国之音引述专家指出 除了中国财政吃紧 与外国药厂交易 将让中国官员少了拿好处的空间 再加上接受美国疫苗 将被北京当局视为是一大的政治挫败 多丑的理由都使得外界看不透 中国决策背后的逻辑 欢迎新闻龙主频中文报道 美中对治下的东协 因地缘政治角力趁势崛起 中医院爆发大千许潮 海场机会挑战有哪些 每周六晚间八点 看见新东协用一小时 带你掌握东协商情 正经发展